鼠蛇的人2024年虽然是网上提升的,但是爱情运势方面是有点波折和挑战的,今天就单单以鼠蛇的爱情运势来做一篇2024年的运势分析,希望鼠蛇的朋友可以预先做好准备,由于鼠蛇人新的一年里没有任何桃花星进驻,所以感情运将会是原地踏步没有突破的一年。 尤其陆勋入住代表需要在事业上冲刺,鼠蛇人在2024年的专注力将会集中在工作上,经济上庞大的压力难免影响情绪,更难有谈情说爱的心思。 加上一马需要频繁走动,已有伴侣或已婚者需要聚少离多的心理准备,与伴侣见面相处时间减少。 虽然没有重大争执,但也要慎防因为埋头工作冷落另一半而遭到埋怨。 建议鼠蛇人调节生活步伐,分配好时间,也可做个旅游计划,多与伴侣结伴同游,又或培养共同爱好来维系感情。 毕竟现在这个时代,与此偕老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一件事,鼠蛇人必须要把握并且珍惜自己的另一半。 鼠蛇的人在性格方面通常比较谨慎和理性,不会轻易地陷入感情的漩涡中。 在2024年,鼠蛇的人在爱情方面的运势相对平稳,但也需要注意一些细节和困难。 需要注重自己的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,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和喜欢。 需要谨慎考虑自己的选择,避免盲目追求浪漫和感觉。 对于单身的鼠蛇人来说,在今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机会,但需要认真地了解对方的性格、兴趣爱好和价值观,避免在感情中受到伤害。 尤其现在的时代,感情诈骗屡见不鲜,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鼠蛇人,都可能掉入感情的陷阱里,破财又伤身。 对于已有伴侣的鼠蛇来说,今年龙年需要保持稳定的感情关系,注重双方的沟通和理解,尤其要建立自己与爱人良好的互信和支持,避免因之危末节的小事而产生冲突和分歧。 鼠蛇人需要注意的是,鼠蛇的人通常喜欢独立和自主,如果对方生肖是鼠虎或鼠猪等生肖,但在感情中更需要适当地,与对方合作和交流,以便更好地实现感情目标。 鼠蛇人在感情的运势中,在今年有三个月的时间,是比较好的月份,受到吉星的庇佑,单身的鼠蛇人可以把握这几个月,而已婚的鼠蛇人,可以趁这三个月与另一半,来一场浪漫的旅程,相信会对今年的感情运势加温不少。 2024年农历六月份对于鼠蛇的人来说,将是一个非常积极和幸运的月份。 您将享受到一些好运和机会,这将为您带来一些人际关系的成功和财务上的增长。 这也是一个适合与他人合作和建立良好关系的时期。 而农历八月份对于鼠蛇的人来说,也将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收获的月份。 鼠蛇人将享受到一些好运和机会,这将为您带来心灵智慧成长的帮助。 这也是一个适合制定旅行计划和目标的月份,您可以为未来的家庭情感做出明智的决策。 农历九月份对于鼠蛇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挑战。 虽然您可能会面临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困难和障碍,但不要放弃。 保持冷静和耐心,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这个月也是一个适合学习与人沟通和发展技能的时期。 至于鼠蛇人单身一族来说,桃花也多,却容易淡薄,许多鼠蛇人单身已久,内心渴望谈恋爱者, 只能在工作场合或学习环境多留意身边人,又或通过一马即兴的助力,争取于出差或外游时寻觅心仪对象。 其实也不妨在原地多留意身边的对象,或从外地回流的异性,比如久违见面的同学等。 鼠蛇人要想进一步催望感情运势,无论单身还是有伴侣的鼠蛇人, 在2024年可随身佩戴粉水晶项链,作为今年的感情吉祥事物。 粉色水晶可帮助单身人士早日喜的良缘,粉水晶能使感情稳固、和和美满,与伴侣恩爱如初。 不过,有对象和已婚者不要佩戴粉水晶,容易因粉水晶一招桃花,而产生不好的桃花纠纷,影响家庭和谐,所以已婚的鼠蛇人,在今年即使有红粉之截互有好感,关系也不可再开展。 建议鼠蛇人多花时间与自己的爱人相处,找回当初的那一份感动,自己也要再做沉淀,倘若二人能克服地狱界限,顺利过渡一马之年,则未来白头偕老的机会才能更高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极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俗话说,天要下雨,娘要嫁人,他人无能为力,该要发生的事,我们无法改变,而不该发生的事,哪怕我们在执着,也不会发生。 客观现实,永远都不会因为人之主观意愿而改变。 就拿成败这件事来说,老天让你成功,哪怕你不行,最后也很行。 天要你行,不行也行。 老天让你失败,哪怕你很行,最后也不行。 天要你不行,行也不行。 纵观历史,我们就会发现,这个道理是通用的。 勾建有霸主之命,哪怕被灭国了,也握心肠胆,最终复国,成为最后一位春秋霸主。 他的老对手夫叉,一开始是胜利者,没想到几年后就国破家王,成为剑下亡魂。 天气人,有迹象,上天要抛弃一个人,会给出这几个暗示。 这世间的一切,其实都有两面性。 一面是强盛,一面是弱小。 强者,未必永远都强。 弱者,未必永远都弱。 一般来说,在遇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,哪怕是一只猪,也能飞起来。 而遇不到天时地利人和,哪怕你是大英雄,也无用武之地。 在二三十年前,不少下海经商的人,都赚了好几桶金,爆发户特别多。 而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,为什么爆发户少了,赚钱也特别艰难了。 关键就在于,市场饱和了,红利欺过去了。 市场中没有什么企业,那搞个劣质公司也能赚钱。 反之,市场中到处都是企业,竞争大了,自然就难赚钱了。 这个时候,有一部分爆发户就会破产,因为他们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。 圣级必衰,是无数人必然的命运走向。 如果你现在处于圣级的境地当中,就只有一个缓解衰退的办法,少折腾,以手为攻。 一般人,只要付出了,多半都会有一定的收获。 当然,还有一部分被老天抛弃的人付出了,还是一场空,一无所得。 有两兄弟都在闹市中开餐馆。 他们的厨艺差不多,做生意的策略也大同小异,可就是大哥赚钱了,而弟弟一直在亏钱。 弟弟也不理解,大哥一开店,这财运就滚滚来。 而自己一开店,这财运就离自己而去,就连自己的积蓄都亏得所剩无几了。 生活中,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,该你赚钱,你不得不赚,基本在不经意间就发财了。 不该你赚钱,就算你找个专业的团队,也还是财运浅薄。 所谓万般皆是命,半点不由人就是这个道理。 打工的时候,从来不信这句话。 等做了生意后,就信了。 反正,到了一定的程度,就不得不信了。 对于适时受阻的情况,不要抱怨太多,换个赛道,再是一次就好。 曾世强教授说过,不少人在乾隆勿用这个阶段, 前了一辈子,还是遇不到机会,也碰不到贵人,无法出头。 成功的道路,一共分为五步,第一步,乾隆勿用,隐忍发展。 第二步,献龙在田,遇到贵人。 第三步,终日前前,保持奋进之心。 第四步,或月在渊,能上能下。 第五步,飞龙在天,成就非凡。 无法成功的人,在第一步就卡住了,特别悲惨。 就像兵仙寒信,如果他没有遇到萧和和刘邦,那他再厉害, 也只能乾隆勿用一辈子,就没有后世的青史留名了。 这献龙在田,遇到贵人,那是普通人渴望而不可及的。 试想,在这年头,贵人少之又少,又有谁能提拔你,拉你一把呢? 乾隆勿用多年,没有突破,也不要垂头丧气。 要知道,刘备前了四十八年,才遇到了诸葛亮,有所突破,大气晚成。 越是接触社会,越是感觉到阶层突破的艰难。 特别是那些不会读书,能力平庸,且出身不好的人,基本这一生就废了。 看到过很多去广州打工的常载厂妹, 他们没有任何的学历,样子不出众,社交能力也一般, 所以他们只有进工厂的命,一辈子辛劳。 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,不是说老天关了你一扇窗,就给你开一扇门吗? 怎么老天把这些人的门窗都关闭了,让他们没有任何的福气呢? 我回了一句话,从现实来说,他们父母的基因和家境就不好, 那他们怎么可能好呢? 从命理学的角度来说,总有些人需要沦落到红尘的底层。 现实,永远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。 有幸读过大学,这是一种幸运。 啥能力都没有,这是老天的折磨。 没办法,这社会的底层工作终究需要有人去做。 物净天则,适者生存,本就是永恒的自然铁律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